9月22日,孙莉在微博晒出了两张一次出自耳童之手的简笔画,并配玩称,邓超先生喝了两杯,一高兴给人画了两幅画,然后可爱的朋友还真的把它给表起来了。 表画的人看到这两幅画问我朋友,小姐,你家孩子多大了?题是这样的话,表完了,挂哪里呢? 孙莉晒出的第一幅画中一条带着王冠,长着长寿的大蛇,这条蛇还吐出了一些胖胖,第二幅画则是一只小胖猫上书送给小燕和铁蛋,不过看到落款,大家都恍然大悟了,原来这是邓超2018年9月1日的画作。 说到这里,孙莉还忍不住在评论区吐藏,这样的话,她怎么好意思送出去呢? 网友直接地表示,在我超哥世界里,就没有不好意思这四个字,超哥说,喝酒的人总是感性的, 唯有画画抒发我的想法。孙莉还表示自己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两幅画,大家也纷纷表示,这是三儿子画的,说明超哥本质还是个孩子。 还有网友表示,超哥的话应该挂在等等和小花妹妹的画旁边,形成签名的对比。